Shoe Happy, Hello! 昆顿身边有凯正杰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又见面了 是的,几个月没见,然后又见你了 今次又有新歌,还叫合唱歌 找到你在剧集里面的拍档 你思华跟你合唱,你所叫二次元 二次元 首先看到合唱的單位 我是驚喜 沒有想過會唱歌 沒有想過有這樣的合作 好 告訴我為何會促成這次合作 很簡單 二次元因為第一次元和他拍拍正師風四 所以第二次元 當然這首歌的二次元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想大家都會感覺是因為和修華合作 在電視方面 所以第二次元和他合作 其實當初和他拍 我記得這部劇都拍了很久 應該是去年年初的事件 這段時間 隔了10年 那時是誰聊在一起唱歌 合唱歌其實之前已經打算會做一首合唱歌 一直都是看看有哪些歌手想合作 公司老闆就想一想 不是啊 你和思華正在合作電視劇 不如看看他有沒有興趣唱 所以就邀請他 問問他有沒有興趣唱歌 我們在網上聽過思華唱歌是不錯的 所以就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或者很有趣 思華是電視藝員 其實他沒有真正唱歌的 你去邀請他合唱一起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他有什麼反應 他的反應是開心的 因為他沒有試過正式自己去錄自己屬於自己的一首歌 對他來說也是新鮮 一個新嘗試 雖然是零點五者 大家都是零點五者人一半 都是自己的BB來的 他是初生嬰兒 那首歌又好聽 五六成的 很入腦 是啊 歌詞又好 我們拍攝的MV又好看 很浪漫 很淒美 各樣各樣 整體的事情都很好 這次監製有沒有給了什麼意見 在你的演繹方面 還是你一唱 有 有 其實 又回來香港再唱歌 再錄歌 由上一次的長大 Eric Kwok 其實我反而要在我裏面拿走一些東西 不要加太多東西 因為Less is more 和我做起都是一樣 太多不要 靜太一點 現在因為唱一些新的旋律的歌 例如 即是籠統的 因為我有少少古代表演唱歌 舊派 我唱歌也很強勁 變成我要減 和一些震音 一些很 我將整件事放淡去做 尤其是 尤其是去到五先生那裏 更加把所有東西 不要給感情 淡一點淡一點淡一點 淡一點淡一點 淡到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的 是的 你相信我吧 去到那裏 詩華都是這樣的 詩華都是這樣的 他很多給亦陽頓挫 很用力 是的 但莫誠就說 不是吧 我們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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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簡單來說是這樣 當然是中間在錄的過程 還有很多細節 但是 做戲唱歌也是很難的 因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隨便唱人都可以 但你做好一件事 你去唱好一首歌或演好一套戲 是不是容易的事 是絕對不容易的 遺忘舊一情歌 靈魂伴侶終於 走多一個 終於將感情從頭 認識過 我是采釀索 給沒理為何 再同盪上歌一方 今次有這首二次元 和詩華合唱 也拍了一個很好看的MV 其實在MV方面 有沒有多些事可以告訴大家 你和他的故事 那個故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或者你和他這樣的感情線 當然可以 我們開始寫一首歌 不如由這裡說 我們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盡量想 那個故事 我們這首歌的歌詞 都盡量貼回 發生先鋒四 那個我和詩華的關係 所以這首歌都會有一點點 類似一點 近這首歌的元素 我們在咖啡廳認識 他教我畫畫 但一次意外 他撞到 有些東西 扎到他頭 他失憶 記不到 甚麼都記不到 我在中間 希望能記憶 他的記憶 希望能認得我 我當然很傷感 淒美 一個這麼複雜的MV 但如果要放在一首歌 不是一首戲 我擔心是會難明白的 所以要開始和導演溝通 怎樣去做 在短短五分鐘之內 這麼複雜的 讓他明白 我覺得首先是意外加對白 在最初或最尾 在中間或是會有些字 會交代給觀眾看 究竟我們正在發生甚麼事 至於是明白的 我看了 修改了很多次 修改了很多次 在MV的構思方面 早已有很多想法 要參與 究竟怎樣令事情更好看 當然整體是導演的故事 故事是他寫出來的 我們覺得是喜歡的 但細節是怎樣做出來的 大家就要再談 明白的 滿意的 對 拍得很漂亮 拍得斯華也很漂亮 他本身也很漂亮 但我又很年輕 其實在發生完後 大半年時間才拍這首歌的MV 再次逢回斯華 再次和他在幕前演戲 你覺得那個感覺是熟悉還是怎樣 熟悉 熟悉了很多 雖然他在很多訪問都說 到現在都沒有火花 哈哈哈哈 真的被他氣死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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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了很多 對 熟悉了很多 變成了一些東西會溝通多了 是的 是的 導演有幫手 一定要 很多在形體上 動作上 譬如 斯華自己也會有的想法 不如抓住一隻手 一起畫畫 我喝咖啡 他為我吃蛋糕 吃蛋糕那一幕是芝士蛋糕 我是不吃芝士的 哈哈哈哈 所以那一幕是很痛苦的 不要吃 是真反應 好的 可以加到這些小小的細節 這些生活上的東西 一點一滴 最重要我覺得 跟他真的熟悉了很多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今年你打算 很ideal的話會做到些甚麼 今年會做到些甚麼 完了法證 我亦開了 《易天奇刊》 現在又拍攝《抵槍師姐》2020 所以現在拍攝《抵槍師姐》 已經去到五月了 已經去到一年的一半 即是在劇集上才能做 所以完劇 或者《易天》稍後會出 其他的宣傳都會做 在歌方面可能會再籌備另一首 音樂可能會等下半年才做 是的一定會 上半年現在都不大 先看電視 集中做一件事 下半年電視完結 便可以回到音樂上 還有看疫情方面 希望 因為不是工作上 這是有關人命的 經過健康 那麼多人失去生命 還有這是全世界的問題 也不是香港的問題 所以希望在這裡祝福大家 世界快一點 這個疫情快一點過去 大家過回平平安安的生活 都是那句 平安是福 所以不是那麼多東西 有時可能這件事都會換成 在2003年 SARS都會換成大家 其實有時我們想想 不是我們擁有多少東西 其實我們已經有多少東西 不是想再想有多少東西 原來平時你看 我們平時不需要口罩 或者我們平時在洗手液 搓手液 其實整個街道都找到的 電力店 周圍都很容易找到的東西 甚至乎 現在早派說搶廁紙 日日都有的東西 竟然可以搶 我想大家會想一想 要珍惜其實已經有的東西 例如是健康 平時不一定要有幾億萬才是很開心 原來你沒有痛沒有病 行得走得吃得是很開心 行得吃得睡得每天都精精神神的 其實已經是很開心 現在我們每一天都要對抗一些很不必要的東西 就是一些病毒 就是要這樣封住口 不斷搓手 搓到手其實都很難 不斷洗手其實不是好事 但是沒有辦法去洗股 所以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平安是福在這裡 也祝你 祝所有觀眾 身體健康 希望我們可以盡快面對 過去這個疫情 快點趕走 沒錯 進入一個正常的生活 沒錯 現在知道你上半年就先看著拍劇 到下半年最後那個時候就再跟你聊天 好的 Thank you Thank you